慢前方時間機車首規矩停紅燈 但沒想到下一秒後方轎車突然暴衝 當場把前方所有機車統統撞倒 在一個右轉消失在盡頭前 但現場就像打保齡球一般騎士們 重摔倒地掛材受傷 救護車獲報趕底現場發現大批騎士 都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有人腳受傷有人坐在路邊 等待爆炸減傷但迴響意外 發生那一刻有人還是心有餘悸 好不容易可以站起身 有人還需要消防隊員 幫忙才能走上救護車 至於趙氏女車主不敢離開 現場神情緊張趕緊幫忙報案救人 這起車禍意外發生在20號上午 八點多桃園市鎮光路及雲中東路口 疑似因為後方女駕駛開車 不小心導致車子突然暴衝 才會把前方正在停紅燈的機車 全部撞飛 小客車駕駛停等紅燈死 不慎物採油門衝撞前方機車 導致庶民機車騎士受傷 後續責任警方離心中 女駕駛產成舒適也會配合警方調查 未來該賠償的一個都少不了 只是在看一次驚險畫面 轎車暴衝撞到機車 幸好車速並不快沒有釀成嚴重死傷 總算是不幸中的大星 靜新聞李怡倩 楊宋蔣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